哈喽大家好我是关羽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的是绿山军的战力分析 那么要是说错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 前几天聊了迈阿密热火队的战力分析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同组东部的绿山军 如果大家还记得 其实绿山军开机的表现是非常不理想的 不仅仅是总教练和少帅受到不少的质疑 甚至连球队绝对核心Jason Tatum和Jalen Brown的能力也被质疑 还一度开始有是否要拆掉双碳花组合的传闻 这个我们也做过影片来讨论 现在和当时的想法其实也没有什么变化 绿山军的未来绝对是值得期待的 但如果开机的时候有人告诉我 绿山军会是本季的季后赛竞旅之一 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但是随着教育大线对阵容进行了调整 基于双碳花组合带来他们所需要的权类型 同时主力权元也纷纷摆脱伤病归队 绿山军战绩可以说是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从开机的少胜多负 到现如今排名第四 绿山军可以说是最近NBA中打得最火热的球队之一 那么问题来了 绿山军最近战绩的转变 是否意味着这支球队将会是季后赛中的一股强势呢 或者这么问 绿山军现在所展现出来的季后赛还能打出来吗 据我自己的看法 其实打出来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绿山军不仅是联盟中近期状态比较火热的球队 同时在比赛对抗中展现出了强烈的竞争心态 其实单看三月份 绿山军在对阵季后赛球队 比如像是勇士 绝金 蓝网和灰熊等等 其实都是拿下比赛胜利的一方 即使输给了同样也是季后赛等级的独行侠 不过要知道也仅仅是输了三分 NBA中其实有些球队看上去打得还不错 可是在对阵季后赛实力的球队 可以说是打得非常吃力 或者很难 根本就没法拿下比赛 不过绿山军的部分 我们如果说他们已经是battle tested against good teams 简单来说 意思就是他们不是一直只会虐弱队的球队 这样的想法应该是大部分人可以接受的 那么绿山军这支球队 之所以现在会有看好他们作为除西区的太阳和勇士 和东区四枪以外 比较有机会挑战总冠军的球队 主要就是这支球队的防守 实际上也是为什么绿山军能在下半季 让球队的表现出现180度的转变 目前绿山军的球队防守效率 适合勇士排在联盟第一 领先太阳队一点点 但是大家考虑进去的部分 在于绿山军实际上在上半季的防守是非常不及格的 所以我们甚至有理由可以相信 绿山军目前的防守有可能会是比勇士好一点点 毕竟Defensive Rating上 绿山军是有105.8的评分 而勇士则是106.2 绿山军的防守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现 我自己的看法 第一点在于他们的内线脚步移动能力属于比较快 也就是Robert Williams的年龄较大 但却出乎意料 依然能够在对方打档菜的时候执行换防的Al Hoffen 第二点也就是绿山军拥有两位单访能力不熟的球员 继Janen Brown和Marcus Mann 并且交易大线换来的小白 同样也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具体也做了一部影片讨论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都知道季后赛的比赛节奏相对于长距赛要慢得很多 如于针对性更强 因此好的防守能力 几乎都是季后赛球率最为重要的一端 毕竟得分方面相比长距赛要难得很多 当然也不是说放掉得分这一块 但是我想说的是与其过度注重进攻端 倒不如牢牢把握着自己较有主动权的防守端 而绿山军也是有这个本钱做到的 聊到绿山军这支球队 相信Jason Tatum和Jalen Brown应该是大家马上能想到的两名球员 本季绿山军之所以有可能在季后赛打得比过往还要好 主要还是两个人的成长 Jason Tatum给我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他有办法在手感不好的时候找到其他的得分方式 他的成长使得他成为NBA中最好的球员之一 不像Trey Young或是Jammer那么多的关注度 但是Jason Tatum 真的是少数NBA年轻球星在攻防两端都能交出如此高许准的表现 本季长军有27分8.1篮板4.3助攻 另外还能贡献0.9超级0.6封盖 而Jalen Brown技术方面则是成长得更细腻 并且本季也非常努力提高得分效率 要知道当年他进入联盟的时候 其实他的投射能力还不算完全是NBA等级的 但他的防守能力确实受到了肯定 本季的他不仅仅是保持在原先具有的防守能力 同时还能在长军得分有23.2分 并有46.6%的投篮命中率 确实也能明白为什么绿三军基本上将双碳花列为非卖品 现如今24和26系的他们 远远还没有达到生涯巅峰时刻 因此就像前面提到的 绿三军未来确实很美好 那么有关注绿三军比赛的球迷 其实能发现他们是非常依赖双碳花组合的 因此这次球队的X因素肯定和这两名权有关 确切来说 我觉得应该和Jason Tatum有关 我相信如果说Jason Tatum不是一名高效得分的球员 这个想法应该还是可以被接受的 不过之所以不是一名高效率的得分手 这个其实和他的投篮分布有关系 出手选择 就是比赛中什么时候应该要在中距离出手 什么时候应该把球外传 什么时候应该把球先叫出去 然后重新拿回来打 这一只都是Jason Tatum自进入联盟以来 我所看到的问题 随着这个赛季时间的推移 Jason Tatum调整了他的打法 在11月份 他的出手中有22.1%是来自中距离 12月份这个数字降到了18.4% 在1月份这个数字又降到了15.6% 而刚刚过去的2月份 这个数字仍然是在下降 当然这里不是要说 他应该不去在中距离出手 毕竟如果Jason Tatum有中距离的能力 这个在季后赛 无疑是让绿三军有更大的营球机会 但是要调整的部分 是当他在中距离出手的时候 很多个回合都是一些被防死 站不稳的情况下出手的 有点感觉很勉强 且有时候有点草率 而巧合的是 当他中距离出手减少时 绿三军球率助攻率 是随着Jason Tatum真实命中率提升的 以他的身体条件、技术、力量和场上的队友 其实只要他有些许的意愿 他几乎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而他的转变也对绿三军非常重要 年轻的全明星侧异 本期场军和使用旅军是联盟前段班 绿三军最直白依赖Jason Tatum的现象 就是当他不在场上的时候 球队的进攻效率直接是跌到联盟末段班 所以刚刚所讲的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他中距离的出手之所以不佳 主要还是在于出手选择 所以如果中距离的部分 他能40往外传再拿回球权 总结来说 绿三军本季有没有冲击总冠军的希望 这个是有的 不过老实说我更看好这个在未来发生 本季考虑东部的战况 或许绿三军应该更有可能会 细之走到第二轮的球队 那么对于绿三军 大家本季看好他们吗 大家觉得绿三军能在季后赛走的多远呢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聊球 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